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 Night 我们设计是做全网KOL 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篮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 周六做完视频之后 比特币二次下探摸了一下64500 随后就跟我们预测的一样 进行了一波反弹 虽然没有反弹到7万去 但是确实有很多山寨币都不涨了 今天礼拜一 狗装大概率今天又要玩完的动作 用我们设计指标图来看 继续往下回调的话也跌不了多少 反而上涨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对于我们来说 不求比特币有一个大反弹 只求它能继续震荡是吧 那今天华尔街会怎么演呢 是继续下跌去摸63,360那个支撑位吗 还是可以站上69,000继续上涨破新高呢 废话不多说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到了今早7点半时候说 不在电脑边 看看这个下跌有没有像五浪 确实哦 昨天跌到64,400之后 然后就反弹了 没有再去触及那个地方 所以他说 不确定是否再撤之前的W颈线 好 就是提阿非罗提大的观点 用今天的走势来看 64,400那里确实就是底部了 比特币没有去摸63,000 那现在这一浪是不是反弹的话 还有待观察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Jason 他在昨天上午8点半的时候说 漂亮的反弹 上面这段视频中我的想法 就是周六的时候 让大家64,732开多 62,298开多 最终只因为放在73,400 相当于第一个多端是可以开出来的 所以在昨晚10点半的时候他说 保持在绿线上方看涨 我们可能会看到回升到70,300 Jason说的绿线是67,235 目前比特币刚刚踩在这个线之上 所以他说 我想把止损位设为1 然后把止损位移动到盈利位 毕竟是周末 但收复POC看涨 4小时看起来非常好 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他说 67,925的SR翻转很重要 因为守住该点意味着当地市场结构看跌 GP加786需要守住 否则会走低 Jason指的786下面线对的价格是67,500 只要破了那个位置就看跌 接着在今早6点半的时候他说 我不想失去绿线 因为新高之后的12分钟线看起来是看跌的 如果我们守住了这条线 那就没问题了 我的下一个TP是70,100 如果失守绿线 我将多获利一些 好这是Jason的观点 从来说 他认为只要维持在67,235之上就继续看涨 目标就是7万出头 如果跌破的话 比特币会有更大的回调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波浪理论 刘玉东 他今早9点半时候说 上周3月13号预测的第三个高点在72,124 和75,533之间全中 本周重点关注日本是否加息 长期以来日元负利率 众多机构借日元换美金买股票 买大饼买黄金等 巴佩特就借了极多的日元买股票 如果日本加息 将对股票大饼等构成压力 利空 好日元加息甚至我们之前跟大家讨论过 这就是日本对美元的倍次 小日子则是专业统计划 传统异能 非常正常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73,777已经跌了三段 内部结构535件蓝线 符合单锯齿 有可能继续发展为驱动浪 或多锯齿形 低于红色区线 69,583则认为调整还是继续 高于69,583才有可能调整结束 支撑在绿色区线 63,362 跌破它将继续冲击59,05 如果是终结期型 将继续调整到59,05附近 跌破63,362以后 才是对15,476这个上涨的回撤 但回撤以后是上涨 好就是柳一东柳大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 如果是终结期型的话 比特币肯定会跌破63,360 并且最终有可能调整到59,000去 调整结束之后 才会迎来下一次上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 Daniel 他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说 ATH流动性 进入我的重要菲波拉基目标区 73,000的比特币 很好的遵循了这一埃略特波浪计划 73,000区域被拒绝 然后是四浪下跌 下周发生 好就是图表冠军Daniel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 本周会迎来第四浪下跌 总体观点是偏空的 认为会这样调整之后上涨 Daniel的波浪理论也不错 跟柳大是有一拼的 他认为会这样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昨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说 ZETA由于我们的需求失败了 这是我在1.7以下做多的范围 相对于他让大家在1.5附近做多 ZETA目前价格是2.14 如果本周是回调的话 大家可以在支撑位挂个单 1.5附近 所有他说 SUI也是一样 他说SUI的支撑位在1.2附近 目前价格是1.63 昨天最低是1.44 亚瑟是让我们极限皆真了 昨天很多B都补涨了 抄底的最好时机是星期六 所有他说 TIA我在12.4水平时警报响起 我在那里观察是否有任何设置 相对于TIA的支撑位是12.4 目前TIA走得很拉胯 群里有很多小伙伴在骂他 大家看着是一条横线是吧 没怎么长啊 车太重了 如果要埋伏TIA的话 可以听亚瑟在12.4去抄个底 所有他说 BTCE这里是中间区域 关注64.4水平的反弹 相对于他认为会采下这个蓝色方框 顺应的价格是64,400 然后就会反弹 上方压力位在71,000附近 然后有人问他 我一直很好奇 您是如何绘制范围和时间框架的 我见过很多H6H3H 然后亚瑟回答 我只是逐一浏览 直到找到符合供应关系的内容为止 你必须利用所有的时间框架 它们是你的工具 随后他可以分享一下狗狗币的支撑范围 下面原线对的价格是1.29 狗狗币昨天的反弹也不太行 目前是1.51 然后他接着说 资金费率将大幅下降 届时我们将看到负利率的出现 从而为摇摆设置附加装置提供更多的动力 BTCE我认为 我们正处于最大机会规模的区域 我很确定会有一些HTF3来确认它 总体而言 我认为这将是放弃账户上1%到2%的规模 5%仓位的区域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我将会更新 相当于亚瑟认为 比特币会采下62,300 接着在今早5点钟的时候他说 快乐星期天 我们感觉如何 好这是亚瑟的观点 相当于他给了几个币的支撑阻力位 还有震荡范围 包括比特币 他的观点是有点偏空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亚瑟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米哥 他昨天上午实验人的时候说 BTCE出货后连续下跌 IBIT2负一价 价格看继续下起盘 卖方流动性危机 相当于米哥认为 比特币会跌到55,000去 甚至摸一下53,000 然后再反弹 所有他说 RPL支撑28 守不住看21 21到25可以无脑买入 RPL这个币很弱 大家可以看到走了一条直线 不行啊 米哥认为21到25可以无脑买入 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撑位 好这是米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比特币下个波段是回调 目标的话直接看到了54,000,000,000 反正这个点位大家可以记一下 我认为跌不到那里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米哥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狙击手VB 他在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说 从63到72是唯一的无障碍区域 GTC期间可能触及68到69或72 因此在这里做空 并在GTC之后打开新的空头 我认为下周将是一个反弹和抛售的局面 22号是3月的第一个重要日期 接着在今早9点的时候他说 目前我认为这次回调在1处获得的支撑 为我们明天到达7万到7万1提供了有利条件 如果跌破1多头计划就会失效 我会更新比特币的图表 目前我预计会出现支撑反弹 VB说1的位置是65,700附近 他认为只要不跌破这个地方 比特币这是看涨的 目标的话同样是7万到7万1 摸了这个顶之后然后再下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B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风哥 他昨天早上11点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多建议 入场价格66,000左右 止损64,000 最终只赢位放在73,000 随着今早10点半时候他说 持有任何现货都不要做波段交易 长期持有 当潜在风险出现时 我会提示参考 好之风哥的观点 相当于他对下个波段是看反弹的 我估计他也不会在73,000只赢 肯定会提前通知大家的 开了这个多单的要关注一下风哥的信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1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多人和开空的人差不多 装要地回66,900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有3.7M 装家涨到68,800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差不多是2.6M 最近狗装对多军非常不友好 如果按刘一东的观点来看 比特币没有占到69,000多的话 现在还是可能会下跌的 多军比上周低调多了 只有3.几M 上周随便都是5M、6M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在目前的价格附近 空军的爆仓位主要就在69,350附近 量能差不多是2.3M 多军的爆仓位主要就在66,500附近 量能差不多只有2.7M 很平均啊 装家不管往上往下都有利润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一样 像切蛋糕一样 左边跟右边那么平均 装家掉回3530就会把大份开多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1.8M左右 涨到3660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差不多也是1.7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以太坊目前价格附近没有什么人开单 因为这一轮以太坊系真的太弱了 还不如Sonata系 当然大家要记得一个事情 就是5月份 以太坊ETF审批结果会出来 在这之前应该会有一波利好炒作一下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爆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